安 你好 很高興今天要看到你們 因為有一段時間了 我們基督徒是不是都渴望 依靠神的力量 神的幫助 讓我們得著公正的生活 得著一個順利的人生 這一定是肯定的 可是當我們得著上帝的幫助 得著上帝的依靠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面對我們自己 我們怎麼去面對我們周圍的環境 那我們今天要透過剛才這段經節所念的 我們來看扫羅的人生 扫羅他在面對他的弟兄姊妹的時候 還有他對神的心意是怎麼樣子 來去思考 我們要怎麼樣子回應神 給我們的公主的恩典 那我們一同來禱告 阿倫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的心 主謝謝你 每天用你豐盛的恩典 在我們的平凡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你不斷地 使我們能夠 使我們能夠因著你的愛 使我們能夠因著你的恩典 活出不一樣的生活 主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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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是使我們豐富有餘的神 主我們今天要透過扫羅的生命故事來去提醒我們 我們要怎樣回應你的愛 我們要怎樣回應你對我們的幫助 主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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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我們時時刻刻的引導 這是我們要互相來分享你的話語 你使靈聽的傳講的都同盟你的恩典 我們這樣祷告是奉主耶穌的聖明感恩 阿曼 基督徒久一點人都知道扫羅是第一個以色列的王 因為他原本是一個在世世 然後在祭祢祭世的年代 然後後來百姓他們自己要到手說 誒他們不要耶和華來掌管他們 他們想要第一個王來掌管他們 那今天我們從剛才聽的這段話就知道 小羅他是上禮第一個王 那像現在呢 我們在生活當中 我們無論是 因為現在是後那個選舉的季節到了 我們常常一打開電視的時候 我們就會常常聽到什麼 後選人的證件 即使你沒有打開電視 你在你的生活所在的現場 或者是辦公室應該會聽到什麼 後那個競選車的聲音 都常常會聽到 現在一個很緊鑼密密的狀態 那我們可以從這些訊息去分享 誒這個候選人他的他的志向 他的驅動力 或者是從這些訊息 我們可以去評斷他的能 知識的能力或領導的品質 甚至呢他最好是怎麼樣子 他一定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經驗在當中 這是我們在最近是選舉季節嘛 我們這樣子去做判斷 但是今天我們要提到的這個扫羅呢 他可能以上我們講的 東通都沒有 他沒有這些剛才我們以上講的特徵 甚至呢在以色列的支派當中 我們比較熟一點的基督徒我們都知道 他是最小的遍亞民支派 可是怎麼樣子 他被上帝拣選了 而且被上帝拣選來使用去協調 去處理其他比較大支派的 他可能做一個去處理協調 靈領導的角色 所以我們可以說在上帝的領導之下 然後薩摩高利 所以是使扫羅成為第一個王 那扫羅因為有上帝的童在 所以是他可以成為真正的領袖 那這一段經文的前面呢 下一頁 這一段經文的一剛開始的前面呢 就是他成功的時候呢 他被拣選的時候 那個薩摩曾經怎麼樣子交代他 薩摩跟他講說 你在我已先下到即將 我也要跟你一樣在那裡去 有限感激和平安期 然後你要在那裡等候期日 最重要的是等我到那裡的時候 只是你當行的路 這是薩摩對扫羅他這樣說的 那在之後這個經節的之後呢 他也果真是我們都很熟悉的 他就是非常順利的人 順利的領導 然後也為以色列拿下了很多勝利的戰 但是呢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是說 人啊怎麼樣 總是常常忘記上帝的同在 常常去忘記上帝的幫助 忘記甚至是忽視上帝 特別是怎麼樣 特別是在成功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怎麼樣子 會常常會失去這個判斷 那扫羅他一失去判斷的時候呢 他就怎麼樣子 前面提到的 剛才有講到那個薩摩說到說 不要等我來才獻祭 可是這時候扫羅的回應是怎麼樣子 扫羅是交代那一些百姓 然後他就直接獻祭了 獻完祭的時候呢 薩摩爾剛來 然後扫羅就說了 因為我見百姓離開 我散去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我所定的日期來 然後他甚至為自己找了藉口了 他甚至會自己找了藉口說 恐怕我沒有祷告 耶和華非力士人 嚇到幾家攻擊我 我就勉強獻上反擊 這好像是我們 有時候我們人生的寫照 我們成功的時候呢 我們有時候會探功 失敗的時候呢 我們會找替罪的代罪羔羊 那這邊是怎麼樣子 他就自己找了藉口說 哦 因為我看見百姓離我散去 然後你也沒有照著我的日 日起來 而且怎麼樣子 還拿上帝來做背書 說恐怕我沒有禱告 所以非力士人就攻擊我 我就勉強的去獻上去 那這個是我們剛才 那個劉子氏所讀的 這段經文的前面的背景 那這一段經文的背景呢 我們可以從扫羅 剛才我們一起讀的 劉子氏讀的這段經文 我們可以看到說 扫羅他急於獻祭這件事情 去反映了扫羅的幾個狀況 我們可以說是扫羅他怎麼樣子 自我為意 因為他一剛開始的時候 他去領導 我們可以看見說 他可能是急於去領導他的軍隊 去抵抗敵人 但是呢他從百姓一人一離開的時候 他就急急忙忙的想要去限制 我們下一張 他就急於去限制 而且他怎麼樣子 他不斷是平眼見 有時候我們看我們可以講到說 我們都知道說 眼見為平 但是有時候事實上環境真的是 眼見為平嗎 不一定喔 有時候環境不一定是眼見為平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他這邊 他一看百姓離開的時候 他心裡就著急了 自以為意的去獻上心 那從他獻祭的這一個點 我們也可以看到是什麼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好 從 好 從 他 這一件剛才我們讀到這個經文的 第二人 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他看起來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人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有上帝的領導 但是他的獨斷限制 我們可以看到是怎麼樣子 其實他是缺乏信心的人喔 這可以從哪裡看到 上帝透過薩摩一呼召他的時候 結果他躲在哪裡 他躲在一個小小的地方 好 或者是甚至說 嗯 看起來很有成就了 但是百姓一離開他的時候 他心裡慌了 因為薩摩 薩摩明明怎麼交代他的 可是他一看到眼前的狀況的時候 他心裡慌了 他沒有從上帝來的確聚在他的裡面 這不正顯示他沒有信心嗎 有時候我們從這一副景況當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我們可能常常為上帝做一些 合一的事情 但是呢 有時候事實上 我們卻是不依靠上帝 只憑著我們自己的需求 或者是我們的本性 來去服侍上帝 那從剛才我們讀的這段經文 你也可以看到是什麼 這段經文也可以看出 薩摩摩爾說 薩摩爾說 薩摩爾的行動最主要是怎麼樣子 他不順服上帝 上帝通過薩摩爾 上帝通過薩摩爾去吩咐 或者是上帝 薩摩爾自己要順服 正如他的百姓 要順服一個領導的角色 就是那個頭 一定要是順服著上帝 他的國家的百姓 才是順服他的 其實薩摩爾這樣子的提醒 也說明了 當時或是整個以色列的歷史 他們甚至他們宗教的 內在的真實和外在的假裝 因為當時舊約有許多以色列的王 他們其實都犯了很多敗偶像的罪 可是卻怎麼樣子 同時維持在上帝面前的各種獻祭 雖然是獻祭的 但是怎麼樣子 違背了各式各樣的律法在裡面 那現在我們也可以透過今天 我們剛才讀的這段經文 我們可以去反思說 有時候我們是不是也會 落入這樣子的情況裡面 看起來我們是敬虔的 但是上帝更看重我們內在的神明 內在的心意 或內在的品格 束縛 束縛的生命就是把我們所有的 一切包括你的生命 都是交托在他的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扫羅怎麼樣 束縛可能也代表是你的權力 你的力量 你的能力 都是從上帝而來的 有人可能他們會覺得說 我每天可以工作是依靠我自己 我自己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是事實上如果沒有上帝的恩典 我以前有記得我有提過 沒有上帝的恩典 我們可能看不見今天的太陽 就是或者甚至有人有特殊的疾病 他可能就是半夜就這樣子悄悄的流失了 薩摩爾這樣子吩咐扫羅 我們可以看見扫羅他不是急於的 他想要去操控他自己的權利 所以以至於他看起來是獻祭的 他看起來他也感覺是做了 好像是當時整個應該做的事情 但是呢他其實是怎麼樣子 他其實是不討上帝喜悅的 他其實他的福是有可能是怎麼樣子 是不合上帝心意的 所以在二十二節 下一張二十二節的時候 上帝好在下一張 在下一張 所以在二十二節的時候呢 上帝給我們一個挑戰 什麼樣的挑戰 我們來看一下 上帝給我們什麼挑戰 上帝給我們剛才我們說的 在二十二節我們要聽從 耶和華的話勝過去獻祭 因為我們都知道在 在旧約的時候 那個旨遊啊 是最好的一部分 在那個立位記的三章 十四到十六節那裡 他自以為一 下一張一直到立位記那裡 他沒有信 信心我們都有提到 在下一張 他不他不順從 好我們一直到立位記那裡 下一張 上帝給我們一個挑戰 那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公養的旨遊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在立位記裡面 旨遊 下一張 旨遊是 是怎麼樣子 是在內臟裡面 然後去焚燒去獻給神的 旨遊呢 他的在永的意思 他是好的 是強壯的 是豐盛的 但是呢 像這一段經文 剛剛今天早上我們提到的 這一段經文 耶 上帝居然在這邊提到的是說 這些原本是最好的 是燒給 是獻給耶 耶和華的 但是呢 這一段經文 今天早上我們提到的是 怎麼樣子 這些好的東西 這些看起來是 最好的東西 獻給神 但是呢 能不給予順從 順服 來的寶貴 我們可以說 順服呢 可以在我們心中怎麼樣子 我們每一個人心中 都有不一樣的困難要勝過 扫羅他有 扫羅他自己的困難要勝過 但是怎麼樣子 順服可以為我們心中的 一個礦野 去逐一條路 下一張 有可能什麼樣子 我們可以講說 任何的一個專業 你要好好做的話 你是不是要去認識他 任何一個專業 不管是士農工商 不管是各行各業工程師 或者是醫學界 或者是教師 甚至是 我們在有時候看 這個東西看起來是很簡單的工程 但是師父就是師父 他是不是有下過苦心 好好的去認識他 好好的去把他做好 所以 有可能這段話可以提醒我們 怎麼樣子 我們不當一個隨隨便便的基督徒 我們好好的認識上帝 甚至怎麼樣子 在好好的認識當中 我們有一個順服的心在裡面 因為你要好好認真做事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 遇到一些麻煩的事情 但是怎麼樣子 依靠上帝 順服上帝的帶領 上帝必為你開一條道路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可能要講說 我們愛你愛主 但是呢 我們不只是外在的 去合無教會 去合無合無教會文化的一個表現 其實我們內在裡面 要有一個對主真實的熱情在這裡面 因為 我有對主表現內在真實的熱情 這一種是怎麼樣子 無條件的順服 有時候我們可能 習慣於一些 看起來是敬錢的活動 就如同掃樓 他很敬錢的獻上祭了 甚至呢 我們現在又加上 讀導報然後參與主日 可是他在這邊 今天的這一段經文 這一段故事 告訴我們 提醒我們是說 在這些敬錢的行動當中 順服上帝的帶領 可能是更重要的 而且順服上帝的帶領 行出上帝給你在心目中的感動 所以我今天要鼓勵弟兄姊妹 我們今天早晨 我們去討好思想 我們要為主獻上什麼 是我們的金錢嗎 是我們的財幹嗎 是我們的心意嗎 任何的奉獻都是一種 敬錢的活動 但是上帝看中的是我們的內心 我們都知道 天氣最近有慢慢變化了 新的一季來了 新的一季來 最後一個季節 也代表這個 今年已經要過了 那2014年的時候 下一張 2014年的時候 2014年的委員會生 我們要好好去思考說 上帝呼召 你在年歲的時候 在這最後一季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回應他 就是好好的去認識他 或者是好好的去順服他的帶領 依靠他 也許我們可以去好好的去思想 其實我們可以去思想說 讓我們自己去順服上帝對我們的感動 對我們的心意是什麼 因為聽從上帝的帶領是勝過於我們只是形式上的兒女 我們一起同心來祢 我們一起同心來祷告 我們每一個人在祢面前 我們每一個人在祢面前 主讓我們重新好好的認識祢 認識祢 認識祢的真理 認識祢的話語 讓我們重新認識祢 讓我們重新認識祢 請聽祢的聲音 讓我們重新認識祢 請聽祢的話語 主求祢幫助我們 開啟我們的心眼 讓我們臢賜 讓我們知道 在這個心的季節裡面 你放在我們心裡面的感動 你放在我們心裡面的感動 呼召 主让我们在新的季节里面 重新来回应祢 重新来回应祢对我们的恩典 祢对我们的爱 主向献上感恩 因为祢是时时刻刻帮助我们的神 帮助我们的上帝 主我们在这里也愿意来回应祢 回应祢 因为我们是祢顺服的儿女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圣灵感恩 我们可以一声跟随你们这首歌 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 你会唱的可以大声的唱来回应神 或者是你想要在上帝里面 你轻轻的享受上帝的怀抱 各式各样你觉得适合的方式 来回应神 也告诉神 我愿意好好认识你 我愿意好好听从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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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阿弥寅 厉热 刚才在这里的孩子 以兵abi 五分装 我愿意차� floods 还珍瑤 还愿意 月時 两分装 月時 又ек 万歳 月時 花灵 我 祝祢對我依照 為祢的臉魂 跟我牽著祢多遠 大聲地向前說 大聲地向前說 我 祝祢對我依照 我 祝祢 祝祢多遠美的祢 我 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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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再一次的笑聲 我 祝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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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祢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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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祢 再一次的歌 大聲的笑聲 我 祝祢 我 祝祢 你 祝祢 我 祝祢 祂 祢 祢 我 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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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雷的零 能夠無比心靈 一生能隨你 好,我們在此來向神說 主是,我們在祢面前有很多的不足 我們在祢面前有很多的軟弱 但是主,我們是一群願意聽從祢話 願意聽從祢對我們的 是祢對我們的為定的兒女 主幫助我們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在我們不能勝過的地方 在我們不能勝過的困難勝過的軟弱 主,就因為我們是聽從祢話語的兒女 祢把多而又多的恩典、能力 豐豐富富的加添在我們的身上 讓我們單單為祢獻上一顆存全 善良的心 我們將祷告的是奉主耶穌的聖命 主謙不elen 上面 那一刻